- 面避到座位有最多歷史路律, 位可染 - 你好 - 你好 ?- 我們整理了11月7日到目前為止 媒體公布的9家民調 - 我們這裡也整理出構子 - 時間也不早 - 我們就用這9份民調做為一決定,我們所說енер議 - 現在的麻前總統代表在這裡 相信他不会骗台任何一方 那我们这就是 这就是 1198份简讯棉调 如果这简讯棉调 林郑华这边 可能没有办法接受 因为你昨天 历年来都是蛮准的 而且只有会员 才能收到简讯 这样 受访者的不符合随机 更被动的事情 还有这两份全世话民调 我建议不应该采访 能知道是什么原因吗 我们以前也都是 用全世话做民调啊 也没有出现什么问题啊 这一份全世话民调 20到29岁的占有笔 就让你感到死 我可以看一看这一份 好好听全世话民调 它的价值能数据 前方的差别还有问题身心 这部分 等民调公司 来不及准备 对 那我们等它提供之后 再讨论 可以吗 不能说 全世话统计结果 对你们不利 我们就不去采纳 那这样蓝白河 怎么谈下去啊 我们国民党的内部初选 不是也是世话家手机吗 那这没同款啊 哪里不同啊 这一份 年轻人的占有笔 只有1.24 这一份 也没有不公开 加全前后的数据 还有问卷设计 那 针对这三份 具有争议的部分 我们先验制好吧 这次我们这边得到的结果 侯震五点 柯震一点 不是 我们这个民调结果的 误差值2.9% 将近三个百分点 柯侯赢猴科4.3% 但结果是 猴科剩 你们这怎么叫什么 是3% 没错啊 柯侯 浪3% 猴科 加3% 在这数值范围内 猴科得一点 这个不是3 这是6% 误差值正负3 加起来就是6啊 血一清如血 落在误差值范围内 猴科 得一点 好 先我跟珍珍主任 确认一下 喂 刚刚陈教授说 我们理性的范围不是3% 他们说的是误差值是正负3 正负3% 是6%的意思吗 我确定他们理性的范围是正负在6% 对不对 我们从来没有听到过6%这个数字 应该说是误差值的两分 所以如果误差值是2.98的话 我们要让5.96 柯侯2.1 这太夸张了 关经理 请你回去后坚守3%的底线 没有3.3主任同意 不能签任何字 好 我知道 我现在带给侯进曼窗口 这是我们您出来的结论 猴科5点 柯侯1点 庄教授已经签名了 再麻烦关经理 关经理 当初协议里写的误差值就是6% 你赶快签一签 签完 你也是蓝白河的工程之一啊 保险 我再去打个电话 已经喊完了 这张电话来回确认 最后因为你一个人 而无法达成共事 你不想成为破坏蓝白河的人 罪魁祸首吧 何平没接 侯伴窗口了 出一下状况 侯伴用尊重专家的决定 我也搞不清楚 现在里面什么情况 我打眼下关经理 不懂不懂 我管为什么不同 我目标在现场做沟通 白河现在不要抢 你不想成为破坏蓝下车 破坏蓝下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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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最快货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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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给他一跟��들 entire 的车 脚蓝上车 这两天在媒体上 好像没有听过民众党 让的是6% 6%而已 柯P也知道6这个数字 都已经凌晨两点了 这两天不管是政治节目 还是媒体讲到3% 也没有见到你们的国民党 跳出来澄清是6% 不是3%对吧 我们是专家 媒体算哪一根冲 所谓统计学院的抽样物党 是柯文哲的政府算法 不是柯减赛 护家赛 你 你现在不牵制 民众党就是蓝白河的罪恨 罪恨 柯文哲 全国人民的认知都是3% 直到刚刚我才第一次 听到6%这个数字 你试问 如果要让到6% 那么侯友宜要怎么带领 蓝白的支持者去打败赖清德 你 从美国初选 德国式 日本式 到现在的3%变6% 你们设定的规则一变再变 就是为了让侯友宜 能够顺利当上总统 现在 需要还用这种 人民最厌恶的黑箱方式 让我签名 不 就算让你们用这种黑箱方式 打败柯文哲 你们也不可能用同样的方式 打败赖清德 如果我真的签了 你们 才会是历史的罪人 在那场专家会议当中 就非常明确的有提到6%这样子的数字 其实我们三方都有录影录音 如果按照国民党所公布的这一份的话 这份的正负误差值大概是3%左右 但为什么国民党这边公布的讯息 会是侯胜 柯富呢 没有所谓的让6% 朱立伦主席他讲的说法有点反复 他对外说没有说6% 可是他后来在打电话进那个民调会议 他又说柯文哲有同意6% 没有所谓的让6% 其实我们应该要组成一个小组 如果出现争议的时候 必须双方要来协调 可是我们这样的意见没有被采纳 然后又变成说 好像把这个专家扣在里面 也不能出来这样的情形 在剩下的这个6份民调里面 至少是有两份 它是只提供新闻稿 不要说原始资料党Rodeta没有 连传统的交叉分析表都没有 在不让分的情况下 其实都是柯文哲义 朱立伦主席以为他可以用 国民党著名的黑箱政治 来把柯文哲黑掉 但我相信大家非常的清楚 在蓝白的民调专家会议的时候 民众党已经提议了 双方的幕僚应该在 民调专家他们讨论的会议室外面 做等待 如果遇到任何的争议跟问题 可以随时出来和两方的幕僚 做沟通和讨论 但是国民党不同意 从柯文哲表示 愿意在全民调礼让3%的时候 一直到专家会议之前 我们的印象都是3% 民调专家当天讨论到凌晨的两点 已经很晚了 那个时候民众党有提议 是不是可以先暂停 到隔天的早上继续讨论 但国民党不同意 在六点协议中 柯文哲需要礼让误差值 是朱立伦主动提出的 但是他却没有写清楚 到底是3%还是6% 留一个模糊的空间 一直到开会的时候 才看民众党的民调专家 说柯文哲同意的是6% 希望民调专家可以在现场签字 如果民调专家真的签字了 那是不是国民党可以比现在 更变本加厉的来指控柯文哲 回约呢 从美国式初选 德国式 日本式 再从3%变6% 国民党想尽办法 把候选人变成他们喜欢的样子 而不是一个可以打败赖清德的最佳组合 所以问题来了 到底是谁没诚信